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赛在财经ABC 录音的时候是星期五晚3月17日 晚上大约10点钟 麻烦大家分享留言 讚好和按鈴鐺 記得全部都吃了這麼多段片 正是有講美台 無控人 今次的Dollar Index 是有一定的上落 過去一個星期看上去 就像104一樣 其實都有點地獄來回折反人間 都不枉我們長期 和你提醒瑞信 和我們長期跟你說 實爆煲 看看包工熬得多久 不過在我們進入 精彩的內容之前 真的很精彩 這個星期的內容 我們也是 好像將會經歷著大時代 最爽的就是美國大時代 神經病 好了 這樣 這樣 美匯指數升了 因為有很恐慌的事情發生 大家都清楚了 因為銀行體系出問題 這件事我們做了很詳細的研究 另外 今天和明天的節目 會跟大家分享 另外 美國10年債息 強力下跌 跌了50點左右 跌了半厘 因為每個人都害怕 近海亞最高的那一刻 是幾乎有機會去回4厘 所以新債王真的收到資料 新債王真的收到資料 我們豎起耳朵 現在他的工都還沒破 都是對的 做些交易給你看到 都是對的 另外 就是為什麼人們買債券 大哥 放些錢在銀行會倒閉 我跟你說的銀行是很流的 放些錢在銀行會倒閉 那你有一些積蓄 唯有買美國債券 唯一是這樣 尤其是你美國人 你存款多過25萬美金 雖然現在這麼多人說 包你底 但好像很複雜 流程 我會幫你整理一下 雖然我們不是美國人 這是什麼救市的措施 好像朋友們所說 雖然現在是25萬或以上 都可以有錢給你拿回 但是那些小朋友說 神經病 拿回什麼時候 下年 我不用工作 還有 還有 有25萬的存款 現兜兜 不做其他事情 那個人窮極 也有個譜 大家都知道 美國人有多窮的 幾千元美金都拿不出 有25萬USD在銀行 在老美來說 是非常有錢的人 那些人 當然有錢得來 就有很多東西搞的 你還告訴他們 我有機會 銀行接了之後 會給你 不過手續還沒搞定之前 你不能動 嘩 那些人 殺了你也有份 他這麼多 這次真的 每個都是 一路一路地掌握 這些數目 對吧 這麼說 所以 就很嚴重 當然 有些人 在闊生家 帶個封口 都等不到政府搞 對吧 所以自己立刻把錢 搬去 買美債 對了 那終於 暴威爾搞這麼久 美債的需求 回來 都說 可以解決美國的問題 最好是什麼方法 或是A軍 我們說 大爆 上集你才說完 怎麼可以令油價快速 很容易 沒有人用油就跌 當然是爆 所以今集 我們就要爆 今個星期 就是這個故事 你看 神經病 這個 S&P 沒有事發生 還升了3% 美國一片繁榮安定 真可憐 哎呀 突然又要想起 原來回光 反照以後 不不不 我唱歌而已 沒什麼 這些股票 你還分析 分析條毛嗎 這些東西 那時候曹雲昭說 是不是跟智花 他們說的 老草最喜歡的是 有此為不如襯世 透露了年齡的秘密 傻了 我們看之前的前輩 留給我們的秘笈 我們資質高 你信不信 對 我們也有幾百歲 我們也知道這麼多事情 港股也沒有事 這樣的形勢還不閃 你聽到這個星期的故事 你就知道害怕了 唉唷 好了 你看看多厲害 你不看新聞想著 這個星期很厲害 通常臨大鑊之前 都聽班上說 你看危機解決了 最厲害的是誰 香港近二十多年 都最厲害 說這句話 立刻眼報的是誰 是誰 曾蔭權 1997年的時候 大鑊已經被我們擊退了 九八年才是大領稅 是啊 這樣 我們只是聽前輩說 是啊 然後 總之 如果你不看新聞看過圖 什麼事都沒有 比特幣還一片好景 升成20% 哇 可不可以了 這個薯草蜜蜜蜜蜜蜜 被人抓了之後 靈射好景 你不如說 消費機接了之後 靈射好景 你信不信 為什麼這麼脆脆的 這個世界的東西 為什麼 錢多 啊 是嗎 是啊 錢多自然 身行踢上去 還有錢多 踢完上去 然後找一群貿實 去接完你盤 你才可以 把你自己的錢 多的錢 變成現金 當然要踢上去 不然哪有貿實 幫你接盤 是啊 接下來 我們看看聯署 縮表的進度 這是延遲了一個星期 去到3月第一個星期 沒有做過事 通常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 都不做事 但是明天那集 哇 多東西看了 我們今天和明天都很精彩的內容 另外 油價 我們一早就預言了 油價是怎樣 如果你想按下油價 最好 剛才說過的是什麼 沒有什麼 大宵條 卜石 爆 這星期真的爆 你看 跌了10元 神經病 一不時就爆 所以 我都說 你到現在是不是很 確信 這個 這個爆威爾在製造金融危機 我給你解釋一下 你就知道為什麼 你看這個目標 立即完成 登神 他開這個 他加碼 2,600萬塊都搞不定的任務 只要輕輕一爆 就搞定 即到 有很多東西叫它來爆 如果你記得我們上次的A B C D餐 這個老美銀行爆 好像是B餐 是不是 是的 總之其中一個餐 我忘記了 我記得是B餐 B餐 很厲害 補充上次第一個餐 就是聯署 大帽子 第二個餐 就是美國銀行爆 第三個餐 就是外國的國家爆 第四個餐 就是外國的金融機構 就是瑞信爆 是的 哎呀 真的 不枉我們和各位觀眾 跟進了幾個月 是不是 A軍 好啦 再看來 看我們是不是 我們沒有內幕消息 都很準 我們本台的節目 那些金錢瘋了 那些金錢升到最近都沒有高位 接近2000元 1950多元 那A軍肯定爆大禍 我們說買金的螺絲 是怎樣的 A軍 天下大亂 是的 你起碼不相信老美銀行系統 就馬上載我金錢 如果你對老美金融系統 投了不信任一票 你已經發達了 很多人都發達了 你買美股也發達了 你看看 美股也發達了 港股也不差 買Bitcoin還發得厲害 似乎什麼都升 神經病 你信不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但是因為節目太豐富 後果是怎樣 和後市的走勢 就留在明天說 是不是 直撲銀行 他壞的東西 就要跟食龍所說 我壞的男人都壞的東西 哈哈哈哈 對呀 你這樣說得很對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既然每個人都有 我們從花旗開始 我都說本台武功很高強 不是看報紙的 看報紙的 我們有效率而已 是不是 我弄個圖 隨便吧 全部的問題是這個 簡單跟你說 就是每一家銀行的資產負債表 都是一樣東西 叫HTM 你聽人讀心 經常說這個 Hell to maturity 這個產品就是按照買入價入章 就不理市價的 所以銀行如果預見到 自己買的東西會大跌 神早把投資轉去 Hell to maturity 之後 都不理會了 有什麼證據 這個是花旗銀行22年的二年報 你看看 他自己有2688億的 這些拿到到期的東西 那個價值 但是他很乖 他告訴你 其實市值只剩下二四幾 你看看 輸了10% 看不看 市值是24幾 帳面是26幾 看不看 其實他告訴你 他已經輸了10% 花旗自己沒事 當然是乖 直谷銀行 就是這些 你看看 你說花旗會不會有事 看款就沒事 為什麼 因為他的資產就是 兩萬多億 這個書都是輸多少 輸這個 二百多億 OK 兩萬多 OK 沒問題 好 另外一個 明宿 我們看明宿 這間有些古畫 看著 我給你看 當然是好東西 細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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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說他 是一個鬼 很簡單 細摩 為什麼是鬼 你找回 Hell to maturity 看不見到 他沒有寫市值是多少 對 剛才很老實 報了給大家 沒有聽 花旗知道自己沒有愛知 當然是展示給你看 驗生報 好 好了 此其一 他不寫 後面也有寫 我就免得看 但是第二你看看 2020年到2021年多了多少 哎呀 突然間全部變成Hell to maturity 你看看 還有成 還有成 八百幾億 段股是由Available for sale 以市價計的 轉了來這邊 看樣子也像 看到嗎 這裏少了也多了 這裏多了一千六億 這裏少了八百億 那當然是搬下來 不過年份有點不同 剛才那個應該是21到22 這個就是21 這個22年他還沒出 還沒出 是啊 這個 那就是說 21年還沒加息 但是這條彈省已經知道什麼 看到嗎 是啊 全部的殺了Hell to maturity 看到嗎 所以 本台是去 打三個主持 武功都很高強 你猜不到 直高銀行 為什麼PK呢 很簡單 直高銀行盤數22年 他出到最新 我作死幾乖子 人家 盤數都出到最新 你看看他 那幫你 那幫你 你看看他Hell to maturity 有多少 你說九萬多多不多 那 九萬多就是九百多億多不多 總資產的一半 你說多不多 你說多不多 順便 一半 大哥 人家呢 人家那些花旗都是10% 他一半 你說他P不PK 就這麼簡單 好啦 大概你以花旗的經驗 這些就輸10%左右 大概 那這裡輸10% 就是九百多億 那就是輸一百多億 那你見股本也是一百多億 一百六十多億 那就是GG 那何今何況 不止輸10%呢 大家明明幹什麼 就是說 這句沒有人犯法 當然沒有 會計是可以這樣做的 會計是可以容許這樣做的 是不是 他只不過按照會計制度 將全部的錢 買在沒有風險的政府 按揭證券那裡 香港也有按揭證券公司 做了很乖的事情 不過買多了 買多了就不知道 不過全部以成本入帳 你當這樣想就行了 他都告訴你 我說有九萬多 其實市值得七萬 而我說有九百一十三億 其實市值得七百六十多 以後就說了 所以他反正都撥出去 就是說什麼意思 九百一十三億市面值 會計上這樣說 但是市值得七百六十一 輸都輸了一百五十 股本就只有一百六十 你說是不是輸穿孔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他就PK了 就這麼簡單 大家明白嗎 即是換句話 他的損失 就已經等同他的股本了 已經輸了本了 恭喜你 倒閉了 可以倒閉了 完全輸了 故事就這樣來了 好了 這個就是實質的原因 你說 那是不是只是直谷銀行是這樣 你說你 是不是 我犯了一個全部男人都會犯的錯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本台 整個半年以來都說 因為鮑威爾這樣加息 全部拿美債都要輸 跟你說過很多次了 已經 隨便找到集廳都有 哎 你就看到了 我們經常都說 鮑威爾這樣分明是靠海 什麼鋼通脹分明是搞金融危機 完全沒有第二個目的了 好了 我們膚淺一點說一下現象 那個病因 下次跟你說就更精彩 那美國政府救市怎麼救呢 救市救兩樣東西 這個太細了 我跟你搞搞它 以上 你看到很多銀行都收了一些損失 市價只剩一分 賬面 成本價 這個咕嚨是多大 知不知道A君 這個咕嚨真的要說出來 因為A君看過報告 都嚇一嚇 原來都是數以千億 甚至近萬 開股吧 C君 沒錯 開股就是6千億的咕嚨 即是學得直谷銀行那樣 賬面就說有900多億 實質市價是700多億 差價就是咕嚨 所以這裏所說的 unrealized diagnosis 即是輸了 不是它有多少 是輸了 對 賬面輸了 而又cover up 你記住了 而又入賬成為 Hell to maturity 以成本入賬 cover up的部分 有6千億 記住了 那些總值的6千億 不是那些沽窿6千億 那我們呢 這條很簡單的數目 通常大概輸15% 你當是15-20% 15-20% 15-20%的沽窿6千億 即那些倉位總值應該幾萬億 3萬億 3萬億 大概 3萬億 簡單一點 簡單一點 那些不是輸了 總之這幾萬億 你要留意 這些是否危險 不是的 政府債券 你讀書 是否政府債券無風險資產 不過還有一些NBS 不過NBS也是 NBS也是政府Agent 每次出事都關他事 因為太長了 所以呢 那個SVB是正常人 就這件事的倉位 我只能跟你說 不過明天的故事 你會看到他太豬 你聽他就知道了 好了 耶龍很英明地彈出來救市 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少子彈救市 這個呢 就由C軍去說 因為C軍B完我的 我看完之後都覺得 那這個聯儲局 他也有外匯穩定基金 他有250億這麼多 哇 200多億啊 好厲害 剛剛有咕嚨多少 咕嚨6千億 總值有6萬億左右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繼續傷害他 是啊 那正常呢 25萬美金以下的存款保障保 那如果那些有錢的企業 多過25萬呢 就是耶倫的250億元 但是咕嚨6千億 你自己自求多福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你現在的處境 知道嗎 就是這樣 是啊 大家知道 什麼叫杯水遮身 就是這樣 是啊 你看到了 所以你看到了 那銀色的點點 就是那些股本 如果你把剛才的咕嚨計球 股本剩下多少 那你發現直谷銀行是輸了的 看到嗎 看到嗎 我們剛才和你一起 是不是輸了呢 但是他說其他銀行呢 其實呢 都輸一折 嘩 你這個美銀都不惹小 輸了大半 你見不見 他告訴你 一級資本有11.幾% 實質扣了這些 這樣的 Mark Hell to matured 只剩下6 那就是GG 這個圖就是 你要看Adjusted 即是粉紅色的點 粉紅色的點 越向左邊 即是 越接近零 你就越poor guy 嘩 大哥 如果美銀都這樣 這樣啊 這樣啊 哈哈 美銀都搞成這樣 哈哈 好 這樣啊 好 那美銀的處境 和First Republic 好像一樣的 你看見嗎 那 我就說 嚇你 你自己 你自己看 年輕人 你自己看路 我就不是說嚇你 好了 好了 那SVB的母公司 直谷母公司 就說 申請貨產保護 在7-11 那11 不說那麼多 是 那屎了 那 SVB是直谷銀行 是不是 那 你說 那似乎 解釋完 那他是不是做數 我們跟你解釋過 我們所謂有文化的人 解釋過 他這樣做 是完全符合會計制度的 是不是 就這樣 我們又要套用 阿雷德里奧 曾經說過那個金句 阿雷德里奧 就研究過幾次的大蕭條 然後就發現 對上老美那次大蕭條 1929年 真的跌到仆跡了 到了最後 是靠羅斯福的新證 去救到市場 但是新證 除了搶了全美國人的黃金 即是 私人持有黃金是犯法之外 還有一件事 什麼呢 就是修改法例 就是可以把那些債券 用入帳方法 不用按市值入帳 看來也需要這樣做 然後阿雷德里奧 就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到市場去到絕境的時候 政府一定會修改法例 就是令自己由 原本要死 變成不用死 雖然情況是沒有改過的 但是這樣 這次問題不是這樣 為什麼呢 我們不如說說 SVB 為什麼會捅到馬蜂窩呢 我就知道不是這樣 所以繼續在這裡 是因為 很多存戶都捉錢 很多存戶都捉錢 原本有些現金 有些拆借 但是太多人捉錢 就頂不上 為什麼這麼多人捉錢 你看到死的那三間 那三間是 SILVERGATE 還有SVB 值得那些科技 還有一間是什麼 快要GG 是什麼 SIGNI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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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S 今天certified 好像剛剛 今天certified 死亡的時間 香港時間 大概是4點 不知道幾分 死亡 死於全世界的男人 都蠢 這三間公司 都有做科技 Bitcoin 有些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Bitcoin跌很多 有些公司 你當些銀行 不知道有沒有參加 用Bitcoin 來抵押品 借錢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他們的客人 肯定有Bitcoin 是不是 那些客人有Bitcoin 原本抵押到 他有錢花 後來越收越緊 他都開始花不到 還要跌 是不是 於是他的客人 走投無路 就是 如果有信貸額就捉 沒有信貸額就捉回存款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說 你要怪直東銀行 怪他什麼呢 就是那些客戶太集中科技公司 你唯有怪他 科技公司就去做虛擬貨幣 一環扣一環 全部客人都這樣衰 全部客人一起捉錢 那他就 神仙公司 對 所以這次不是投資品集中 投資品也有集中 但是他投政府債券 你怎麼說他 難道叫銀行 不要直接投政府債券 你怎麼說得出來 是不是 那麼 他就集客戶類型 太集中他的問題 所以 一切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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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應付 導致他要沽貨 他就沽貨了 沽貨就見光死了 為什麼呢 你在帳面說 握到尾 握到到期 握到到期 你用成功加油 但奈何太多人 處理你 未到期都要沽了 未到期沽就見光死了 我們上集都說了 那就GG了 立刻就見光了 這個美國司法部 有人調查 這個直供銀行倒閉的事件 其實銀行高層的邏輯 你說他賣政府 就是他賣太多 不是這個 外熱產品 政府出的外熱產品 賣太多 你就說他這件事 這個都是聚來的 你要進去就說他這件事 出了事 各樣都是聚來的 何況你不要說 銀行呢 你翻箱倒閉一定要找 我不相信找不到東西 那他 他壞就壞這樣 但是小銀行 應該是這樣做的 小銀行公司再放數 他省裡也沒有這麼多人借錢 還有啊 你正常去買這些東西 做一飯而做到這麼成功的 還想他怎樣 因為為什麼 例如花旗 那些有跨國公司 跟他借 他簽幾筆 借了幾百億出去 但是他這些 只有客人 要不就是 直股裡面的二手車 古靈精怪 那些小銀行 那些小銀行 都不夠一碟 他收到那些小銀行 他怎麼做 他被迫著買這些東西 買外賣 那些 對 他被迫著做這些東西 如果政府責任太低 他就買一些政府出的票據 頂孔是這樣的 那些小銀行是怎樣說的 你那些大茶飯 他有些外賣仔送給你 總之 可能都搞他了 把罪名推在他身上 那些黑石 想買回SVB的部分 貸款有些好東西來的 有些借給科技公司 可能是可換股 成成分分鐘好東西 有人想要 原來同期上演 在SVB GG的星期六 同期上演 聽說Rails Fargo 這個富國銀行的客人 都賺不到錢 哎呀 這個富國銀行 其實在2020年 都已經衰過一鑊 還要被人罰 罰了幾十億 好像三十億 我聽說 是啊 都罰到很金 還有 從此之後 連巴菲特 都要沽貨 因為那件事 就差了些 客戶 不是這麼僵淨 那裏 聽說那些銷售 客人沒有答應 他要跟別人開戶 你明白嗎 就是簽一些 就是 Internal Control 很大問題 你明白嗎 就是很離譜 這件事 但是 如果你做開戶 你知道多離譜 客戶上的證券行 你就說陳大白開了戶 開戶口出來都敢死 你明白嗎 你真是沒有見譜的嗎 被人捉到你暈 全部都沒有做 後面的人都沒有查 就是這樣 你想像不到那些事情 漏的情況 想像不到 既然這樣做得出 這麼多人去捉錢 那Wales Fargo 他可能見到 可能 哎呀 我的現金好像不夠 不如打壓機 不如 那些人捉不到錢 頂頂 我覺得初一 可能我都15 呢 這樣想 就是我們 是不會相信 這個世界這麼多意外 尤其是那些意外 是可以對他有好處 那些就一定不會是意外 是啊 沒那麼幸運 這個世界 只有哪些真是意外 那些意外是令到他PK 那些就是意外 如果意外是令到他有好處 那些一定不是意外 是啊 那他就過了流通性危機 那些人見銀行都倒閉了 真的倒閉了 被這個保險公司接管 被這個存款保險公司接管 那些銀行 高敏說 這個 這個聯儲局 應該會馬上停加息 因為PK 流通性有危機 等等 這個是這樣的高盛 高人房 哎呀 死火了 但是我想說 這次反老美 要有機會 要停止加息 但是反被歐洲 咬回去一下 是怎樣 歐洲加了息 這件事也有看到 歐洲昨天加了息 他就說 在這麼混亂的時候 地形加息 我怕這些人更害怕 那句說話 老美你按住我來砌 按了一年 整個2022年 就是這樣動 現在你不行 我加息 你不行 過你一棟 不知道他說一句是真 還是你說一句是真 他就說現在危險關頭 如果市民覺得這麼危險 我們就真的承認這麼危險 停加息一些人 就覺得更危險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說 這件很小的新聞 你以為這個是很重要的新聞 跟之後的故事展開是有關係的 聽說直股銀行臨拉柴之前 他找高盛有一批 他有一批 大部分 聽著 你說他SVB做錯事 他做最討厭是什麼 你聽著 SVB說 他通過高盛 高盛作為一個broker 賣債券 他的債券是什麼 大部分是國庫券 看著 他只不過是賣國庫債券 賣了240億美金 賬面值是240 那賣出去 賣得215 你知道 這麼大屁股 人家當然是 蛤 要吵架你 鑑山就輸了 這個 25億 鑑山輸了25億 那好了 那 那面值 但是這個SVB也不是傻子 面值是這個 但是其實SVB自己的損失就是18億 那 那些人一計 哇 你買個組合215億 輸就輸18 那 有些 如果你記得上個星期的新聞就說 那 有些傳媒就說 哇 你這些政府債券 輸都要沽 你真是沒有錢 好不行 然後擠提了 簡單一點 故事就是這樣 因為這些政府債券不怕 真的沒有猜錯 真的很不行 才會這樣做 是啊 那你都輸了成 差不多28% 你都要沽 700% 都要沽 是不是真的不行 就是這樣來 所以大家都知道它不行 所以就擠提 就更加不行了 簡單的說一句 你不行才要沽貨 那些人看到你沽貨就知道你不行 所以就連你的水喉都關掉 是啊 那究竟這件事是否意外呢 又不太像 這件事 3月13日新聞 對SVB出事前兩個星期 舵手 舵手就是什麼 舵手就是行政總裁PK Baker 已經減持集團的股份 賣了三百多萬美金 真可憐 哎呦 死了 那怎麼辦 真是春光鴨 看你買什麼股票啊 你們這些傢伙 為什麼本來這樣 遊戲人間的態度 認真你就輸了 人家都知道了 還有他之前 比這些財富雜誌 覺得很棒的 我們先看看 還有啊 政府接管前幾個小時 直公銀行員工都收到 上年的獎金 先報到肥蓮 這個是良心僱主 哈哈哈哈 是啊 但是好像 全戶的錢 要政府保險包底 那是怎樣 就是拿政府的錢 來出糧 那他是良心僱主 不是良心銀行 哈哈哈哈 這個是社會主義的宿認 哈哈哈哈 你想像一下 哇 這個直公銀行 撿了一顆地區銀行 是不是 那你是全戶 你會怎麼做 閃 哇 哇 麻煩 駕駛5個小時 車都去回單餐那裡 去找花旗 開戶 這麼有誠意 還要排整天 我想那些人 你知道 美國的工作做人 很慢 你之後到7點 開車去10點 去銀行 排到收工5點 大概都能開到 哈哈哈哈 那現在貼了 排隊賣樓 香港就賣樓 他們賣樓 他們賣樓 很可憐 美銀超級 150億 但我和你分析過 美銀都不是安全很多 哈哈哈哈 剛才我們看到了 那幅圖 那就搞定了 上個星期 美國除了接本了 SVB 直股銀行 還接本了 簽名銀行 簽名銀行 就是今天的4點多 certify 所以你說沒事 你沒事 哈哈哈哈 那很多國家的人 都撇清關係 首先我們 官媒說 直股銀行事件 不會衝擊中國金融體系 直股可能也有些 中國的科技股 科技初創公司 都會 不過他們說收到錢 是不是 那不知麻煩 但是可能 那個額不是太大 不至於累到中國的銀行 倒閉 這個意思 那這件事 就是平心而論 那些都是 初創股 第一 中央那裡 去到老美 真的不會 這麼多這些初創公司 還要等這麼多錢 下去這間直股銀行 這個平心而論 真的不會這麼多 但是呢 直股銀行為什麼這麼多錢呢 因為其實呢 有些VC 他呢 買那些初創公司的股票 就在那裡交收的方便 你直到那裡開 所以那些錯投基金 注資進去那些初創公司 就真的注資進去 SVB的戶口 其實有幾多基金 這麼說 但是那些是老美的那些多 不是中央的那些 紅燦中央的 紅燦中央的 紅燦中央就什麼都辣的 但是他在內地很大份的 所以你說 最多就影響了投行 但是你說 金融體系呢 就真的應該沒有搞到的 對了 這樣呢 然後呢 你知道 銀行高層就不行了 除了這個 直屋銀行的管理層涉嫌 買美國國債也有問題之外 是不是 簽名銀行呢 由於之前跟股東開派對 還是吃什麼週年聚餐 就說 哎呀 我們那個公司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沒問題 就被政府接管了 那些全戶就說 打算起集體訴訟 說管理層老點他們 就算開派對說話 當真的嗎 一句說就喝大了就可以了 也不是 有一個人更厲害 有一個人 想去撈底 買個call 買個signature brand的call 怎麼輸到哪裡 哈哈哈哈 要去控告他 是不是很隨致的人 哈哈 這些開派對的東西 就 有得喝的 應該有得喝的 他不是一個很正式的 小說 他們說發表聲明 我剛才說笑而已 發表聲明就不同了 哈哈 我自知了 這個 BlackRock和本台立場一致 神經病 聯署都加息 根本夾爆人 沒有別的原因 你加又加高 不過通脹率 但是加到5% 沒有一個資產 可以在5%的息口之下生存 你有你告訴我 當然沒有 我告訴你 因為沒有一個資產 可以在5%的息口之下生存 以今時今日 那麼深的margin 真的不行 當然你也知道沒有 唯有些東西都下跌了價錢 是不是這樣說 因為超骨瘋了 你自己想 哎呀 有沒有骨牌效應都不知道 這樣 還有我們未曾 不是好像70年代那樣 70、80年代每個都預期十幾二十%的加薪 你沒有這個增幅的話 你沒有那麼大margin給你的 你說得很對 他入控通脹又不加薪 那怎麼辦 神經病 好了 除了BlackRock這樣說 女股神都說 聯儲局是夾爆SVB的罪灰禍收 這些是有息之事 不是告那個管理層 管理層做些事情很正常的 銀行每個人都一副 都是美國局債的 你不要罵他 他正在做正常事 是吧 但是你是這樣加薪 加到別人爆創 所以 女股神直指聯儲局 神經病 是吧 是吧 是 還有女股神 很久了 他都因為加薪 輸了 是吧 神經病 夾死我 好了 我們經常都見到他 Ray Dario Ray Dario 這個 直播銀行爆煲 就好像 抗整 金絲獎 其實以前的人 沒有那麼多 那些 chemical 的測試 譬如 要開抗 那些儀器 怎樣可以知道 裡面有沒有沼氣 放隻金絲獎 進去 金絲獎 如果安然回來的龍 即是裡面沒有沼氣 如果放金絲獎出去 然後就回來 即是裡面 就毒死了 金絲獎 金絲獎毒死了 你下不下去 自己想吧 沒有買保險 是的 可能不只是 嘴有問題 問題是很大的 隻獎是死先的意思 只是這樣 你記住 Ray Dario 問題是很大的 你記住 在頭裏 記住他 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當你見到一隻蟑螂的時候 你應該相信 那裡是鬥蟑螂的 這個很明顯 這個社會都見不到 現在風頭火製 日央行如果再搞YCC 你會怎樣 我們再加多一滴 那怎麼辦 我覺得他要QE 當然是攬炒 神經病 作為這個老美 忠實的 忠實的 手下 神經病 真的死硬 現在的環境 現在的環境 借Yen買股票 全部都輸 還有你升得這麼高 美股 之前說他要無限QE 原來就是已經吸收了 一定要QE 哈哈 那些人的錢都是浮雲 不如買貨那個 所以乾散貨指數 波羅的海 可以升18日 我神經病 然後 這次真是麻煩 這個圖這麼帥 其實我們經常看的 屋樓兼服年業主 計算美國 剛剛certify了兩件 三件 就算是 Silvergate Silvergate SVB 以及 剛剛提到的 Signature 3件 certify了三件 之後 又是一個人 血壓飆升 又生命危險 這個就是瑞信 CDS的保金去到9% 神經病 是呀 由400點子去到900點子 是呀 買保險 你要給10分1 補他一年 應該是這個意思 這樣 哎呦 他沒眼看 一倍10 哎呀 糟糕 他不是賠6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借錢給瑞信 你不是輸了 他撿了 你可能撿回七成骨 可能是一盤一的 是啊 簡單來說 譬如你 買一張這樣 然後他輸了一成 你其實就已經是Bulling cover 是啊 你的保金剛剛遮蓋了他 是啊 不如你不買保險套 你不要想著 10%左右 10%倒閉 不是這樣算的 這些東西都要資格我們 對吧 因為瑞信欠你錢 好像當時雷曼一樣 有一輪之後 撿回七成 雷曼的時候 那些人撿回七成 所以保險只是賠三成 保金收了10% 大概 明白嗎 所以其實只可以一賠三 這樣解 保金是很貴的 100元保險 碎了賠300元 這樣解 沒錯 現在非常貴 那些人就是做這件事 沒有什麼水準 本來應該第一個跟你澄清 其實瑞信 受到中東銀行 中央銀行 中東國家銀行 你不用夾死人 你夾死他自己 這是沙特的棋 知道嗎 沙特如果當時不夠瑞信 上年瑞信就爆了 看看 這個我們也有做過一集 特意去說他的 就是原本 那樣是400多的CDS 去到400多點子的時候 傳他快要不行 就是沙特王子出手 沙特為什麼救他呢 其實邏輯很簡單 一有金融危機 油價就散了 隨便有遮 他現在撕一撕下去 頂過了去年 搞到今年 就輪到危機 倒逼了他老味 沙特王子的棋多厲害 你看人家捉棋多厲害 好了 但是呢 但是他現在就不加註 為什麼他這麼瘋癲 是不是嫌錢傳呢 原因是他的規定 完全被他加註 因為原來 因為其實你留意一下 銀行的股東很敏感 一般都不 拿多過10% 有很多限制和要求的 可能你是瑞士人 可能你是金融機構才行 或者可能你是 他批了你才可以做 就是有很多要求 所以他是做不到 他就能夠做到加註 知道嗎 就是加不了 不是他說 他說 這麼高張 托過你去年 又得你今年PK 沒那麼高張 沒那麼瘋癲 就是他加不了 因為他加註要人批 或者可能我不知道瑞士的法規 可能是瑞士人才行 明白嗎 才比你差這麼多 明白 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救不到他 可能找阿聯酋 沙特阿聯酋 逐個車都可以 不是找沙特阿聯酋 好像找瑞銀 你真是厲害 瑞士央行說 剛剛吃了沙特甲棍 馬上倒閉 顏面何存呢 瑞士央行提供 必要流通性給他 流通性 不是股本 是啊 給現金你玩 我不是入你股 我放鬆銀筋給你 瑞士金管機構 FEMA 研究一下什麼方案 A君說了 其中一個方案 就是瑞信和瑞銀合併 但是瑞銀和瑞信 都很不想搞定這件事 當然 只有一個CEO 難怪是你還是我合併 那你說下把呢 是啊 但是問題是什麼呢 如果他提出這個 你覺得瑞信有沒有問題呢 這兩天是昨天的新聞 要他合併 是啊 其實我早上聽見他們說合併 我會呆一呆 怎麼會狠 一山不能藏二虎 我都沒聽過 搞得好 是啊 所以問題是什麼呢 所以問題呢 就是說 其實應該現在都很不瘋 那我隨時央巷才叫他這樣做 是不是這麼說 沒錯 其實簡單一點 他們的阿爺根本就吃不下 所以說你們兩個搞定行不行 我知道你們兩個互劈了很多年 是的 那麼 衛宇就做事 踩到兩腳色力 除了BBB降到D 神經病 那他怎麼拆錢呢 死定了 難怪今天Sertify 哈哈哈哈 他要在Sertify之前 降到他的級別 顯示自己還是一色做評級悲購的 就是事前會幫到你的 是的 你記得吧 SBB臨死之前 那幾天還是很高評級的 但是臨死之前那一天 就變成施加加了 就是因為臨死之前那一天 你給我 臨死之前那一天 我先降了你的歸 我是金七招牌來的 你不要攬炒我 那一天 所以你看來浪費 那時候雷馬AAA 你真瘋的 你真瘋的 看來浪費 那時候 你不要說內地的評級流 你那些傢伙又很堅 神經病 就是一樣 好了 然後這個厲害 這個上福布斯封面 也是這麼厲害 哈哈哈哈 我們說上福布斯封面 就是這個SVB 是的 這裡有SVB 那個有薯草滴滴 這個美女就是說不知道基因改造藥那個 誰知騙錢被人拘捕 所以這些上福布斯封面 你都要小心 是的 所以我們從來都是 所以不關B君事件 我們不是說他 哈哈哈哈 我們從來都不出藥 出了一封面都糟糕 哈哈 我們都是為了這樣保住命 誰鬼沒東西的 誰鬼沒東西的 哈哈哈哈 是啊 那麼 那麼 卡高 到一天天下太平 我們才會 營養 今天的故事就是這裡 你趕了那麼多心 我才知道有很多發生的 這件事其實是SVB 那個管理層做正常事 買國債 買政府出的 按揭證券 你叫他正常放數 他那些借公銀行放給誰 你想想 全部都是小公司 那些小公司用很多錢 為什麼 那些創投給了錢他們 他們又不用問你借 他們怎麼放數 他們唯有買政府債券 那些存款 人家做些正常事 誰知道 那些客人又太過集中了 客人集中是一個風險 他還不是嚇死集中 是創投 那些客人還沒算集中 不是個別集中 是行業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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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件事更加無罪 各個科技公司攬炒 有SVB coin 又集不到資 每個人在那裡捉錢 搞到他不夠錢 那他就去賣政府債券 做些正常事 下一集你見到 哎呀 誰知道他遇人不索 你見到嚴重了 所以搞到呢 一獲竹 銀行都撿掉了 那死自己就算了 這次似乎 會打斷這個 這個鮑威爾的 D餐計劃 陰公 所以這個D餐雖然還沒煮好 都在趕緊推出了 陰公 還欠領殘 或者雞扒都還沒炸好的 都不管你先推出來 陰公 但是呢 我覺得會有D餐陪葬 B餐陪葬 B餐可能丁都不管了 不炸了 丁了他都拿出來了 應該 隨時D餐陪葬 B餐陪葬 B餐陪葬 是啊 是啊 我們明天有更精彩的內容 大家看著這個財經ABC 已經知道 一個早餐載過來 就有B餐和D餐了 所以真的有趕緊來 當然是沒有窮人 好了今天說到這裏 待會我們再說 拜拜